我记得讲了很多次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说法一开始他就讲 人生是苦 所以他讲了几个真理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快乐的时光很短暂 那痛苦的时光非常的长 在这里不只是 这个人的寿命有限 其实认真讲起来 时光也很短 那么我讲一段话 当年我们以为两千年是很遥远 如今两千年已过去了将近二十年 曾经以为二零二零年会很遥远 现在已经发现 已经到了二零二一年 再来 曾经以为会老掉 会老 是很遥远的事 现在觉得年轻 是很久以前的事 时光 时光 非常的迅速 非常的迅速 现在呢 大半生已经过去了 不要说来日方长 一生真的是难能可贵 好好珍惜现在 注意保重身体 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这是给所有的同门 老同学 老同事 老朋友 二零二一年 现在是二零二一年 七月了 二零二一年 已经过了一半 所以佛陀讲 苦 空 无常 无我 其实都是真理 人生是苦 人生也是空 人生也是无常 最终的 人生也是无我 总有一天 不会有人记得 记得 我们曾经活过 所以 我们珍惜每一天 能够快乐地 这样子过 抓住每一天的时光 减少我们去造业 减少造业 增加我们的福分 这是佛陀本身 教育我们的 其实阿弥陀佛 能够有 无量的光明 跟无量的寿命 也是因为他 修种种的善行 而来的 没有种种的善行 没有把自己心中的 不好的念头 清除干净 就没有无量光 无量瘦 您稍后 您稍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